一般正常外行人 就會像八天的一樣 奶瓶直接隨便亂咬 那我們市長做了一個專業三寶棒 到底該如何把這個奶粉有效溶解呢 我們就是要握住瓶身 然後左右搖擺 徹底溶解 透過學院課程亮點展示 台北市長蔣萬安 輕鬆泡奶抱寶寶 餵奶拍格 台北市勞動局架設 台北市勞動大學主題網站 政科勞動事務學院 治安學院 職能發展學院 移工學院 開課455門宿 讓民眾上網快速搜尋學習資源 報名各項勞動知識與技能課程 我們台北市勞動大學 正式啟用開幕 那在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一上任 台北市長就非常關心 勞工的權益 勞動議題 所以我們當時其實就有思考 要建立台北市勞動大學 所以我們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很用心地規劃 整合 建制 所以在今天正式跟大家宣布 這個好消息 那另一方面 我們成立台北市勞動大學 我們既然要做 就要把它做到最好 所以我們相較其他縣市 已經有相同性質的勞動大學 比較起來 我們當然有非常多 全國首創 獨特 而且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全國唯一 結合了四大學院的勞動大學 那當然這四大學院 包含的範圍 包括了 勞動事務學院 職能發展學院 職業安全學院 以及 移工學院 我想這幾項都代表 我們台北市 身為首善之都 我們也有非常多的移工朋友 我們對於職業安全的重視 以及我們對於年輕朋友 未來職涯的發展 以及相關所有勞工朋友 關心的勞動條件 都含掛在這四大學院裡 課程包含勞動條件與相關法令 勞資爭議處理 職場安全防護 職前訓練 在職進修與職能體驗等 可從而獲得充實的勞動知識與技能 對於個人進修培養第二專長及職業發展 都有正向幫助 我們勞動大學 它的規模 更甚其他的縣市所規劃的勞動大學 我們可以容納一年 一萬六千人次的訓練量能 另一方面 我們也一年有455門課 同樣的 我們在台北市邀請來的師資是最完備 同時我們規劃的課程相當的多元 那接下來我簡單跟大家介紹 我們這四大學院 大概有哪些特色 第一個 勞動事務學院 譬如說 我們不只是全國 唯一 應該是目前亞洲 我們看到首創 有職場性別平等認證 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第二個 我們在這一次勞動事務學院裡面 甚至也把我們台北市 特別最先提出 關於居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的勞動條件 權威保障原則 裡面的離線權 納入在課程當中 第二 我們的職安學院 也關於職業安全 我想很多現場 各位理事長 在前不久我們特別 也去參觀了我們 XR模擬演練的 這個建制的場域 我們透過最新的科技 包括結合AR VR等等 可以讓所有老公朋友 模擬生理其境 比如在高空作業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什麼事項 以及當高空作業 一旦發生意外 相關後續的處理SOP等等 所以我們也很願意 把這樣的一個場域 納入在課程當中 第三 也就是關於職能發展學院 那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能夠結合 包括最新的趨勢 AI 人工智慧 ESG 環境永續等等 另外也囊括了34個 包含夾乙丙 以及這些相關單一的 檢核認定的這個場域 所以我想這些都會在我們 整個勞工大學裡面 能夠呈現給所有勞工朋友 那第四個最重要的 也就是移工學院 我想今天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很多 駐台的使節代表 他們共同來參與 這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會持續提供更多元相關的課程 讓移工朋友 在各個不同的職場領域 了解到熟悉相關的職場環境 同時認識更多元化的語言 文化等等這些相關課程 對於台北市 我們許多的移工朋友 給予更好的照顧 以及服務 所以非常感謝 所參與的夥伴 大家共同努力 讓我們台北市的勞動大學 能夠正式呈現給各位 最後 我要告訴大家 為了方便很多我們勞工朋友 相關團體 能夠很簡單 迅速地搜尋到相關的訊息 和今天正式揭幕 台北市勞動大學主題網 也為市民朋友 帶來一個全新的學習與成長平台 歡迎加入共同學習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北市民深圳 內地搜尋 台北市民 tribe 他們讓他寫入 南國西大學 教育部 選了 北市民集團 皇帝線